大家好 欢迎来到传说美 我是长老师 今天我来讲一个很有名 而且争议性很大的一个排名 就是英国的QS的国际大学排名 这个排名我会从几个方面来讲 第一它的基本信息 它怎么来的 然后它的排名的方法论 它的影响力 然后还有具体榜单 榜单我会讲在美国的它的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 就是前20和前60的大学 还有中国的大学在这个榜单上跟美国大学如何来相比 好的 那么QS是英国的一家专业的研究高等教育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它主要产生两个排名 一个是QS全股球的大学排名 这是大家都比较知道的 还有一个QS美国大学的排名 这个是大概在三年之前产生的 美国大学排名有很多的硬伤 我们可以不许考虑它 我们主要来说的它的是国际的大学的排名 那么在这个排名里面 它排了1300所的国际的学校 这里边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法论 主要考察六个指标 其中的学术生育是40% 雇主生育是10% 然后师生比例20% 每位教师的论文引用次数是20% 然后是国际教师比5% 和国际学生比5% 那么在这个排名 这个方法论它有几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作为国际的大学排名 你其实是比较难用重这种声誉来评估的 而这个排名 它有将近60%的这么这些因素 都是在用这个所谓这个声誉的这种问卷 就是它用这种不记名的问卷 这个比例太高了 所以这样高就会引起主观的因素 而且你是不记名的这样的这个问卷 那么反馈到底是这些人了解不了解 这个大学的这种情况 再有一个就是它过分的偏重了 这个国际教师的比例和国际学生比例 其实我很难说明 就是在我们一般人的脑子里 或者在中国家庭的脑子里 我来评估一个学校的好坏 并不是说这个学校的国际学生越多 它的这个学校就越好 咱们举个例子 中央民族学院对吧 它有很多很多的外籍的学生 但是是不是说这所学校 它在国际的排名就会好 它学生成就又高 那显然是不是的 所以在这里面 我觉得它的方法论 是有很多的问题的 但是QS因为它是专业的一个 英国的排名机构 非常的商业化 所以在宣传这些方面 确实做的非常足 所以大家看的比较多 另外一个 我们在后面会讲到一个因素 就是在这个排名当中 我认为是有人为的因素 把中国的学校排名都有所提高 所以大家看起来很高兴 但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并不好 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排名 首先是美国大学 在这所排名里边的 前60都有什么 我们先看前20的 就是第一梯队 第一名是麻省理工 也是全球的第一 美国第二斯坦福 是这个排名的第三 哈佛大学 美国第三 全球第五 所以在第二和第四 就是有牛津和剑桥 这两所学校 然后加州理工 是美国第四 全球第六 芝亚哥大学 是美国第五 全球第十 宾大是美国第六 全球十三 耶鲁大学 美国第七 全球十四 哥大是美国第八 全球十九 普林斯坦大学 美国第九 全球二十 康奈尔大学 是美国第十 全球的二十一 密斯坦大宝 是美国十一 全球二十三 约翰霍普金斯 美国十二 全球的二十五 西北大学 美国的十三 全球的三十 纽约大学 美国十四 全球三十二 这里把纽约大学 排的是非常高 UCLA 美国十五 全球四十 UC Berkeley 是美国十六 全球四十二 加大圣地亚哥 美国十七 全球四十八 杜克 美国十八 全球五十二 凯西梅鲁大学 美国十九 全球五十三 布朗大学 美国二十 全球六十 那么这个榜单 它的和别的 有点不同 它把布朗相对的是 全球里面是比较高的 至于其他的这些学校 什么大腾 什么这些 密质跟安大宝 约翰霍普金斯 纽约大学 其实都是和别的排名 是比较一致的 而且这些学校 都是老牌的 AAU的大学 没有一所 不是AAU的 好 我们来看第二梯队 那么第21 打头的又是UT Austin 他在几个排行榜里 都是第二梯队的第一名 他进第一梯队 看来还是有一点困难 他在美国21 是在全球67 Wisconsin Madison 美国22 全球75 UI 美国23 全球82 华大西雅图 美国24 全球85 我觉得它全球排名 有点偏低了 你说华大西雅图的 科研的能力 我认为应该是 比奥斯汀和麦迪勋 肯定是要强的 他在这里面排名 反而偏低 然后 Georgia Tech 美国25 全球88 RICE 美国26 全球94 刚才知道在CWUR的 就是中东排名里 RICE是在美国的60的 在这排到了美国的24 我们待会儿再说 这里面我的一个 个人的一个意见 宾州州立是美国27 全球96 北卡教堂山是美国28 全球100 正如一华大是美国29 全球107 南加大美国30 全球172 波士顿大学美国31 全球112 然后32普渡 33是Ohio State 34戴维斯 35加大圣巴巴拉 36罗切斯德 37密基金州立 38马里兰大学 39Emory 40凯茨基础 全球161 然后41是匹大 全球163 然后德州农工 然后是佛里大学43 民族大双城44 达特茅斯 美国45 亚特州立 美国46 这个应该是第一个 不是AAU的大学 其他都是AAU的 所以亚特州立 确实这个国际性 国际化是非常好的 然后 这个范德瓦大学 是美国47 全球218 圣部大学 美国48 全球222 弗吉尼亚 美国49 加大欧文 美国50 Amherst 美国51 乔治成 美国52 克罗拉多博德 美国53 耶什瓦 美国54 全球252 罗格斯 美国55 这是New Brunswick 这个分校 亚特州立大学 美国56 全球268 塔斯 美国57 全球275 UIC 就伊利诺大学 芝加哥分校 美国58 全球285 北卡州立 是美国59 全球300 印第安纳大学 Bormington 是美国60 全球311 那这个排名呢 我说一下 我的一个观察 蛮有意思的 我认为呢 他有60%的 这个人为的 这个评估的因素呢 很有可能就造成了一些 这个名字 特别有 有这个辨识度的 这些学校呢 他的排名呢 有人为性的提高 就比如啊 像这里面 这个他的这个 CMU是排到这个 美国19 全球53 在其他的几个 全球的榜单呢 CMU比较难排到 这个美国的第一梯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过 他没有这个医学院 对吧 那你 你很多的这个论文 你的数目 就是他只能靠 这个计算机啊 工程啊 这些论文来拼 但是在这里面 CMU他这个名字 非常的有辨识度 所以他排的比较高 另外一个论据呢 就是 你像这个 华大新雅图 是在这排 美国24 全球85 然后呢 这个华大 圣路易斯 在这儿呢 排了美国29 全球107 这两学校呢 很有可能的 也是可能是 就是美国之外的人呢 可能他不太分得清楚 这两所 这个华盛顿大学 那其实呢 你是凭学术成就来讲 那这个我们说过 这个华大西雅图 学术成就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么呢 很有可能呢 是大家觉得 这俩都是华盛大学 所以这两个学校呢 把他的这个名誉呢 给分开了 而且这所 这个排行榜里面呢 所有的藤校 都排的这个非常高 那可能也是有这个 因为个人的这个 问卷的这样的因素造成的 这是我的一个猜测呀 好 那我们下面来看看 中国的前8名大学呢 它在国际的地位 那么它相对的在 对应美国大学的地位 是怎么样 好 那中国的清华大学 全球17 北大全球18 复旦全球31 浙大全球45 上海交大全球并列5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全球98 南大全球131 同济全球211 好 那么这个相对的 这个在美国的学校 是什么地位呢 我们看清华17 这个上海交大50 这是中国的这个前5名 清华北大 复旦 浙大上交 对吧 那么呢 如果把它放到 美国的学校里面呢 17名呢 是在耶鲁和哥大之间 就清华北大 在耶鲁和哥大之间 排名50的上交大呢 是在加拿大圣地亚哥 和杜克之间 是在美国的排名1718 所以在这张排行榜呢 我认为呢 这里面是有一定的人为的因素呢 他把这个中国的学校呢 这五所大学呢 都排到了 就是和美国的第一梯队的 这个 进入到美国的这个大学的第一梯队 我觉得呢 就是这个现象呢 在其他的任何一张榜单呢 都是没有出现过的 我们看到 其他榜单呢 顶多呢 是有一所进入到第一梯队 而且还是在末尾 那这个呢 是进入第一梯队 而且还是在非常靠前 所以呢 这个呢 他我觉得是有人为的 这样的因素的 所以呢 国内的这个很多的媒体呀 或者院校啊 他也愿意看 因为我的学校的地位高嘛 他把这五所校都排到第一梯队 他当然其他学校 他也都排的比较高 好 那么后面呢 这个中科大 南大和同济呢 是排名98到211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排名98呢 就在宾州州立 和这个北卡加藏山 一个是96 一个是100 那这个211呢 是在美国的 范德巴大学 是美国47 圣部大学 美国48 这两学校都相对比较小啊 我来看一下 他再往前 46名 亚里桑州立 全球216 然后呢 弗吉尼亚大学 美国49 全球226 所以呢 他这个排名的211 这个同济大学呢 是在亚里桑州立 和弗吉尼亚大学之间 他是这样一个位置 那这也是在美国的前50当中 所以这个呢 是榜单的情况 所以呢 这里边 就是这个榜单 有多大的可信度 那么呢 你可以说见日见智 但是呢 我把这个榜单 和美国新闻中刊 全球榜单 和上海交大排名的榜单 和这个中东排名榜单 还有我们要讲的这个 这个THE的排名榜单 这相比来讲呢 我认为这张榜单的分量呢 在越来越轻 大家呢 越来越觉得它并不那么重要 主要原因就是它60%的排名因素 都是问卷的这样的因素 我认为呢 是不合适的 好的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讲到这里 希望今天内容呢 对你呢 能有所帮助 另外一个呢 我想再说一下 就是说 我说这个中国大学的这个前八名 在相对的美国大学的这个排名呢 这只是一个排名机构 他的观点 并不是说 我说清华一定是不如华大西雅图 这个并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里面 他每个大学在在每个国家 他有他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地位 但是呢 你如果从他纯学术的这个产生 和这个学术奖项 学术的这些什么院士啊 什么这个数目呢 那么确实呢 他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咱们现在就谈这些排名 他排名机构认为的这个客观标准 也有可能呢 QS他的这个标准呢 更接近客观 也可能另外 其他的所有的这四个排名呢 这个接近客观 这个就是见神见智了 好吧 好 那所以今天多说两句 所以我这里没有什么政治的这些 任何的政治观点 就纯从排名来讲 行 那如果呢 你在留学的方面 如果升学转学学术不早 就会知道 方面有任何问题 或者有开除劝退啊 这些一难大政都可以私信我 那么呢 我和我的团队呢 会尽量给你解答 这是我们后人的主页 那么在每周的周六上午10点 我和同事呢 也会有一次这个讲座 就是专对美国留学的某一个特别的话题来讲 我们下一周呢 会来讲三加二进入各大的这个转学的途径 主要讲一下它的种子效 今天就讲到这 谢谢你的观看关注 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